好所以看看今天晚上的明天清晨 玉山是不是会降雪 好那我们刚讲到的波动的状况 事实上呢也还是存在的 因为这个冷空气 这个东北季风大概就是两天比较明显 今天明天所以礼拜五的时候呢 水气会转干 那各地的气温就已经会有一些 感觉是回温的了 到了礼拜六的时候呢 东北季风会明显的这个趋弱 所以降雨的范围也会缩小 那气温更明显的回升 所以呢等于是礼拜五礼拜六周末的时候 呃就会比较好一点了 好那但是到下个礼拜一 又会有另外一波的东北季风 跟大陆冷气团影响 好那所以呢各地又会再降温 好所以呢可以看得到的 就是说几乎都是两三天两三天吧 啊所以呃这波比较低一点 呃周末又高一点 然后呢礼拜一礼拜二就会低一点 大概来说是未来几天啊 这个天气波动的状况 好那这些呢都是跟今天天气 有关的相关讯息提供 那再来的话呢空气品质啊 这个中南部地区还真的蛮还是蛮不好的 而且我发现啊 就是说在我们早上啊清晨说的状况 到了白天的时候啊 其实变化还蛮大的啊 有些时候变化并不是很大 比如说我说今天大概 中南部地区是橘色提醒 那大概就是橘色提醒 但像昨天啊不是啊 虽然在白天的时候我们说是啊 早上我们说是橘色提醒 但是目前看起来呢 事实上在昨天的白天呃 云嘉南地区呢已经变成了红色警戒啊 一度来到红色警戒 那ok高平地区跟中部地区反而还是橘色提醒 好那所以呢这个情况就变成是还蛮糟糕的 比如说你可能我就download app啊 或者说不管是官方的啊 这个环保署的监测系统 还是说民间啊 有一些呃跟什么空气盒子啊 这样子这个app download下来的话 比较可以掌握到及时的啊 这个空气状况 如果说你是呃这个比较啊 止气管理问题的啦 过敏的啦 或者说年纪比较长的呃 长辈等等啊 可能这样子会更能够掌握到啊 跟这个空气品质有关的讯息 好那在今天我们看到的空气品质呢 呃是已经蛮不好的了 在今天清晨我们看到的部分啊 虽然呃环保署的监测是说今天的状况啊 大部分就都是好的 那高平地区呢 跟马祖金门是橘色提醒 高平地区的局部地区呢 会是短时的红色警示啊 这个是预测 那现在看起来的话呢 已经有好几个地方呢 都是红色警示了 包括了高雄的桥头 包括凤山 包括南子 还有呢 呃这个林园 这些地方目前都已经是红色警示 那更不用说其他的地方啊 像是原家南的台南啊 到其他的啊 这高平地区目前都是橘色提醒 好所以呢 今天空气品质在中南部地区呢 蛮不好的 好所以要特别的呃提高警觉以下啊 出门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好所以呢 这是有关于今天天气跟空气相关的讯息提供 那么来看啊这个每个地方详细的温度还有降雨几率 好我们看到呢 北部地区啊 在今天的1515到17度降雨几率百分之百 那中部地区呢 16到20度降雨几率百分之八十 南部地区16到24度降雨几率百分之二十到七十 而在东边部地区呢 宜兰16到17度降雨几率百分之九十 花东18到22度降雨几率百分之五十到六十 外岛地区九到十八度降雨几率百分之三十到九十 OK好所以呢 这跟今天天气相关的一个呃状况啊提供给大家 好那看完呃天气情况以后啊 一样接下来看的是欧美股市啊 这个在昨天的表现 好那昨天呢 欧美股市啊 这个都还算是不错 都是上扬的 不过呢 今天清晨四点钟啊 最大的一个变数来自于呢 英国的呃下议院啊投票有关于啊 梅伊他厚达五百八十三页吧 啊这样子的一个呢 脱欧协议的内容被否决了 而且这个否决的差距是蛮大的啊 所以呢 可以可以说是梅伊惨败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当然虽然蛮符合大家预期的了啊 那但是呢 对于一些股市来说的话呢 还是啊 这个算是风险之一啊 所以呢 应该会影响到这个接下来的开盘 不过在昨天啊 因为这个因素还没产生啊 所以呢欧美股市都是上扬的 我们先从美国开始看起 好 在美国呢 道琼贵指数上涨了155.75点 收在240065.59点 涨幅是百分之零点六五 NASA指数上涨69.57点 收在11868.68点 涨幅是百分之零点五九 S&P500呢 上涨了百分之零点零七 另外呢 费城半导体啊 涨了百分之零点二三 好 所以呢 就是美国股市 OK 那欧洲股市呢 嗯 涨多跌少啊 那三大股市呢 都是上扬的 包括了英国股市啊 那英国股市呢 上涨了百分之零点五八 法国股市涨了百分之零点四九 德国股市呢 也是上扬了百分之零点三三 好 所以呢 就是在啊 英国脱欧的表决之前 呃 所这个发生的状况啊 那我想我们先来讲一下有关于英国脱欧最新的情况 好 那这个英国脱欧的情况啊 是因为啊 我们刚讲到了 他总而言之 嗯 这个相关的协议内容没有过 呃 一如预期 好 但是呢 这个没有过的差距啊 实际上是有点超乎预期 呃 这个脱欧的协议草案 那这个相关的否决的呢 比较特别的是 不但是反对党工党否决 连保守党内部啊 都有118个议员是否决的投下反对票 那当中的话呢 呃 196票是支持的 那保守党在国会是多数党啊 但是多数党当中看起来很明显的分裂 而且呢 分裂的情况 坦白说 跑票的还不少啊 跑了118票 即便呢梅一啊 他发表了演说 他是先演说呢 然后再投票的啊 这演说呢 不断的去 就肯定的啦 就是不断的呢 有脱口感不弄 告诉呢 这个英国人 英国的议员 这是一个多么关键的时刻啊 如果说呢 投票反对了这份协议的话呢 等于是投票支持了不确定性 那所以这个话其实听起来 还蛮斩钉截铁的 还蛮有力的啊 那只是说被梅一说起来 显然的没有办法说服大家 所以终究这样的结果呢 我们刚刚讲到啊 这个支持跟反对中间的落差 高达了200多 呃 230啊 230票啊 这个是落差 那这个落差呢 是英国的国会 95年来最大的落差 意思就是说呢 你任何一个案子 就算在国会被表决否定 这个胜跟败之间也没有差这么多的啊 所以为什么今天几乎所有的这个媒体在四点多这个结果出来之后都形容梅一惨败 好那这个惨败之后呢 当然还包括他跑票的状况啊 这个跑票的状况呢 也是啊 这个是16年来 嗯 这个上一次跑票跑这么多是在2003年表决是不是英国应该要呃跟着美国出兵伊拉克 那个时候呢保守党啊执政党的保守党内部呢出现了大叛变 那这一次呢没想到又是另外一次的大叛变 好那所以呢不管是接近100年来最大的差距 或是呢保守党内16年来最大的叛变都找去了呢 工党就在野党在昨天立即提出了不信任案 好所以呢这个不信任案呢是针对梅一 在明天清晨要进行表决 如果表决成功的话呢 那么当然14天之内还有机会投一个信任案 但是如果再没过的话呢 就要梅一下台重新进行选举 好回到啊来选时间啊 那么刚刚讲到呢 在今天清晨4点多啊 这个台湾的时间呢 英国的国会啊 他们呢表决否决了啊 这个英国就是梅一啊 所提出来的脱欧的相关协议的草案 所以紧接着呢 是工党对于梅一提出不信任案 好那这个不信任案呢 在明天会进行相关的表决 好所以等于是呢 在这样的一个脱欧这个震荡之后呢 梅一碰到碰到了另外一个是政治上的震荡 好那所以如果说工党就是一举通过了不信任案的话 接下来14天之内啊 梅一可以想办法自保 那就是再进行一次所谓的信任投票 那如果说信任投票 他的保守党啊 目前分裂的保守党呢 转而支持他的话 那么就是进行过关 但是有可能保守党会换掉梅一 或者是决定让梅一继续做 那但是如果说呢 这个保守党的信任投票没通过的话 那么还是一样 那必须要重新选举 那梅一也是要下台 那所以就是目前看起来对梅一来说 最好的状况就是工党这个不信任案根本就不会过关 那否则的话呢 就算他发动这个保守党来进行信任投票 他未必也能够留在位置上 所以呢这是在短期之间啊 有关他自己的可能的去留的状况 但是就整个来讲的话呢 这个协议已经被否去掉了 那就算我说如果梅一下台了 重新选举了要换人做了 那这个协议到底该怎么办 所以目前呢 几个可能的方案嘛 那就是再来重新 跟这个欧盟进行协商 就跟大家说没办法 我这个国内通不了 通过不了 那通过不了的话呢 就是跟欧盟 因为欧盟呢 欧洲议会在五月份会相关的会友进行开会 那虽然在三月二十九号 本来是原来的downline 但是呢预料 梅一会在未来这几天 去奔走于欧盟之间 希望欧盟的成员股 可以同意让他们延后 那先前其实就有过相关的讨论了 我们看昨天 事实上也有一些欧洲的议会 的议员 连署有一百多位 是说那就让这个英国延展时间好了 让他们内部再进行相关的协商 那当初有讲过说 可能会延到七月 好那是不是真的可以在这一次的表决过关之后 美顺利的从欧盟那边 获取这样子一个延长的机会 来重新回到这个英国国内的进行更多的磋商 提出更多的大家可以吻合的版本 这个部分是目前看起来唯一最可能的做到的 那否则的话那就是一个无协议 就是另外一个可能就无协议 没过不了就过不了 那咱们就撤了 那反而有些当然支持脱欧的人 所谓一欧派 是希望撤得干干净净了 那什么都不要 那甚至这个 就是觉得一到两段最好 不认为这个所谓的 不确定有多么的恐怖 他们认为说这是一个短空 但是是一个长多 但是显然大部分的人不这样认为 所以在这个投票结果出来之后 我们看到呢这个德国的业界 警告说这个问题会是一个严重的后果 那这个德国的政界 也呼吁呢整个欧洲 包括英国必须要冷静下来思考 那我们看到呢 这个包括马克宏 法国的总统 对他他也说 目前看起来呢 争取欧盟的支持 来换取更多的时间进行协商 可能是个好办法 那再来的话呢 英国自己本身 伦敦市长也呼吁 是不是来延长脱欧的 期限来暂时啊 这个停止在3月29号 那个时候的脱欧倒数 但所以目前看起来啊 可能我也觉得 就是他去争取协商啊 会是一个 把这个脱欧的期限往后 延会是个好方法 但是还是要回过头来 就算把期限往后延 延到5月也好 延到7月也好 那问题是英国可以接受 什么样子的一个脱欧方案 目前最征结的地方啊 这个案子他过不了的 最主要的地方就在于北爱 北爱跟爱尔兰的那个边界 那目前的话呢 在他的案子里面是讲到说 如果说在明年底之前 全方位的啊 这个可能的脱欧 英国跟欧盟之间呢 没有共识的话呢 这个边界呢 会持续的保持着 让他可以持续畅通 那所以意思就是说呢 呃爱尔兰就被跟英国 他会是不同的一个状态 就英国脱了 但是呢 呃爱尔兰跟北爱之间 他还可以保留一个 有点像是一个自由贸易哦 他可以跟欧洲呢 维持一个关税同盟的角色 那英国自己本身 很多人是反对 这个样子的状况 他认为等于撕裂了英国内部 等于英国呢 里面有一块地方啊 是英国跟英国 大部分的地方不一样的 他们认为呢 这会侵蚀 整个呢脱欧之后啊 内部的信任程度啦 内部的团结程度啦 还有一些 等于是一国两制啦 就一个国家里面 竟然有两种制度啊 所以这是目前被反弹 呃最多的地方 那他们希望说 呃到明年啊 这个就是说 这样的一个状态 明年的期限到了之后呢 它是一个短暂性的 未来不论如何 什么方案都好 爱尔兰一定要跟 呃这个 北爱呃一定要跟 这个英国是同样一套制度 好那所以这个部分 是不是可以在 呃延长期期限之后 得到英国内部的共识 也得到欧洲 哦他们的同意 我想这个部分 会是最关键的啦 好那所以呢 这个是目前我们所掌握到的 有关于英国脱欧 呃在今天清晨 所发生的最新的状况 就是没过关 然后呢 不幸人案提出了 那接下来 呃美伊他必须要 一步一方面去应付 这个不幸人案 一方面必须要去跟欧盟 进行协调 争取更多的时间 来延缓脱欧的期限 好大致来说是有关于 目前这样的状况 我们为大家做了一个 最快最新的整理啊 好那回过头来看 有关于呢 在今天我们看到 欧美股市原本是上涨的 呃是什么原因啊 这原因呢 最主要是来自于呢 中国大陆 呃因为前一天呢 下跌的一个主要原因 是我们讲到的啊 这个中国大陆的 进出口双衰退 好但是很快的啊 这个大陆方面呢 他们就寄出了啊 这个相关的一些措施 他们在昨天啊 这个政府方面啊 就说他们要在短期之内 采取更多的刺激措施 来支持经济的增长 那包括什么呢 包括了他们要打算去改善 小公司的信贷供应 然后要加快基础的设施的投资 还要进行减税 好那所以这部分都显示出来 他们感受到了啊 这个进出口数字衰退 整个经济放缓的风险啊 跟可能的危机啊 所以呢立即的采取行动 那这个行动的消息一出来之后啊 这个欧美股市呢 就应声上扬 好所以呢这是一个 呃在中美贸易跟中国经济放缓部分啊 算是一个比较利多的好消息 那另外的话呢 在相关的科技类股部分呢 也有一些比较好的消息 甚至于Netflix 那我们休息会再回来讲啊 是什么样的状况 因为它是要调高订阅户的价格 这怎么回事好消息呢 好回到来讯时间啊 那这个举播的朋友早安呢 有这个陈建军本来说啊 这个没声音啊 现在是说啊有声音了啊 那OK幸好 希望大家呢 这个呃收看收听愉快啊 好那我们刚讲到的呃 在提到啊 这个Netflix的话题之前 在中国大陆部分呢 还有一个消息啊 就是说嗯 除了啊 他们政府呢 祭出了这个紧急的措施啊 这些措施呃 希望能很快的啊 来提振一些呃 这个大家的对经济的信心啊 然后去让整个经济更活络之外 华为啊 因为华为最近话题非常多啊 咱们有一个啊 也顺道一起讲 那就是任正非啊 他们的创始人兼目前的首席执行长任正非啊 他在从他的女儿孟晚舟事件之后 其实都没有很正式的发言啊 但很显然的 呃 这一连串的啊 针对了 不管是接下来 包括波兰的事件啊 包括了一些国家宣布啊 他们呢 把这个嗯 华为的5G设备啊 列为呢 就是政府方面呢 不去进行任何的采购 呃 还包括了 像台湾啊 是华为的手机啊 在我们的公研院啊 说不让他连上公研院的内部网络等等等啊 在这个之后啊 是任何第一次啊 算是很正式的发言 他强调啊 这个华为从来没有为中国政府 进行任何的间谍活动 也永远不会啊 他说呢 他个人永远不会损害客户的利益 他跟他的公司也不会回应类似的要求 意思就是说 就算有人提出要求 譬如说中国政府 那他也不会去回应这样的个要求啊 那这是啊 有关于啊 这个任正非的说法啊 那他也表示他非常想念他的女儿 孟晚舟 相信这个事情会有一个公正的结果了啊 那事实上孟晚舟 他现在已经没有被羁押了啊 但他是在在家 他是在在家监禁 好 那OK 所以呢 就是来自于华为相关的消息啊 那有关于华为也好 或是美中之间啊 这方面的一些涉及国安的啊 就是说是商业行为 但是带有隐隐然的啊 这方面的一个政治的跟战略上的对峙的呢 还包括了加拿大被捡进来 对不对 那所以呢 加拿大的公民原本啊 在这个中国大陆贩毒的那一位 他现在才一天就被判死刑 好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最新消息是他打算提出上诉啊 因为他们认为一天啊就说呃 一段时间之前发生的事情了啊 而且本来没有判那么重那为什么要重启这是第一个疑问 重启之后这么快一天就说要判死刑啊 所以他们呃这个要表达意义啊 要重新进行上诉 那事实上呢 加拿大的总理啊 这个杜鲁道他也呃 在声援啊 他们的这一位 呃加拿大公民啊 虽然他是一个呃看起来是一个毒品犯 但是他也应该要有一个被公正对待的呃一个机会啊 那这是杜鲁道所说的 他认为中国大陆正在自意的施行死刑 好 所以呢 这个部分是有关于啊呃美中还包括了华为啊目前相关的一些说法跟以及展开的一些呢 拉锯跟一些复仇啊报复行为等等 好 那回过啊 我们刚才讲到的另外一个啊 在昨天呃是欧美股市里面啊是一个比较利多的消息是netflix啊 那这个消息我觉得蛮值得讲的原因是在于说因为在网络的时代里面很多东西都免费 但是都看似免费我们却付出很大的代价 不管是先前引发很多争议的脸书啦嗯各式各样的平台啦哦就是你看起来他给你免费那么的好康那事实上他却运用你的个资 然后呢运用你的内容去壮大他自己啊那所以呢很多就开始说那不要免费 是不是大家会愿意买单呢 OK好像netflix他就是一个一开始曾经是是看的时候曾经免费过吧 后来他就是用一个订阅的策略了哦 那这个订阅的策略呢一路到现在为止他已经四次涨过价了 看起来呢他的客户都没有流失 所以他们这次更大胆的进行了更大幅度的一次涨价 在昨天正式宣布啊他们要提高呢订阅户的价格嗯他们分成几种方案什么基本方案标准方案跟高级方案啊那涨幅是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四啊所以最高的高级方案呢涨幅有百分之十四就一成多啊那预料啊就预料他的客户应该还是会买单的那新的客户是立即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涨幅之后的条方案那他的旧客户现有客户是三个月之后啊OK好那就看看接下来呢 Netflix的客户是不是真的愿意买单如果买单的话呢他显然的对于很多其他的在免费的网络时代里面呢是一个蛮正面的意义啊因为先前的商业模式大家都会讲说Bestiness Model啊就说如果你免费那就如果你你要收钱人家不买单的话你就要免费那免费的话你就要从别的地方去A钱啊但是对消费者来说的话呢永远要记得羊毛出在羊身上啊只是说他可能不是直接把这个毛就是这个 跟毛感到痛而已啊是别的地方会觉得痛而且是在你不知不觉的地方觉得痛但是如果说可以用一个合理的收费让内容本身更扎实品质更好然后呢就企业端也有所谓的盈利模式可以有营收的话那当然更好我想这是为什么啊这个股在昨天啊这个消息出来之后相关的科技类股呢通通带动上扬的最主要原因 因为呢其他的人也都等着在看啊对他们来说或许免费模式他们也不是真的那么喜欢只是说他们也找不到别的更好的方式又要免费然后又要能够自己能够赚钱要不要被骂又不要又可以不要乱卖你的资料那这部分的话呢我想对于企业端跟消费端都是一个我觉得蛮重要的一个未来啦 就说要抓到一个平衡点否则的话你说免费的东西都是假的那那那问题也还是很大啊比如假新闻假消息这个也是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啊个资是另外一个问题等等好所以我想这是Netflix啊他在昨天提高了订阅户他的股价因此而上扬啊这件事情他上涨了6.52%啊所以其实涨幅是不低的啊所以呢等于是整个市场也都看好啊Netflix他们这个策略如果真的可以呢达到消费者跟企业 跟他的股东们啊呃三营的状况的话呢当然很可能会是一个未来网络世代啊更健康的一个走法啊好我想对台湾来说也这个话题也是蛮重要的啊好那这个部分是在今天市场上面啊另外一个受到关注的消息啊就是订阅户会不会成为一个未来的趋势啊那大概来说是有关于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讯息那最后来看邮价邮价的话啊在昨天呢是 上涨的啊最主要是呃中国大陆他们寄出更多的刺激经济措施啊这也是我们刚刚讲到为什么在昨天欧美股市都是上扬呃油价实上也是连带的走扬啊这个在纽约部分上涨了百分之三点二收在每一桶五十二点一亿块钱美金伦敦布兰特原油上涨百分之二点八收在每一桶六十点六四块钱美金好所以呢这是在啊这个国际的财经部分啊比较重要的 消息那另外的话我们看到这个纽约时报了啊他特别做了一个报道是讲到说嗯川普啊是不是正在面对他一个政治的生存战啊所以呢显然不只是美一目前遭到高度的挑战川普也是马上回来 嗯嗯嗯 好回到蓝宣时间啊 那刚才讲到的是啊 这个除了我们目前看到呃 美意啊很显然的 接下来这嗯一个礼拜之内 我想呢这个英国脱欧 都会是蛮重要的一个话题 那自己啊 他面对了一个个人的政治生命的 呃这个生存战 那同时啊 当然我想英国脱欧是一个更大的事情 到英国跟欧盟之间啊 会是一个什么关系跟格局 那还会影响到欧盟啊 内部其实有其他的国家 呃在过去这段时间 当然大家会有印象 比如说什么意大利啦 西班牙啦 其实都有一些 呃跟欧盟之间的关系啊 显得紧张 甚至也有说要搞独立啊 这样的一个说法要跟进英国啊 所以呢这一次啊 英国脱欧的问题 不会只是英国跟欧盟之间的原因 就在这里啊 那更不用讲说呢 他可能在经济当中可能产生的 呃发酵跟联动效应 那因为全球的经济在今年状况 就不会是很好了 不会有人想要再希望看到更多的变数 那但是如果说英国脱欧啊 他不管是无协议也好 或是他会再增加更多的时间啊 延长赛的话呢 也会造成动荡也好 我想他都是会是变数啊 那回过头来看就不只是美意啊 这个川普也是 那川普也是的原因是什么 呃这个纽约时报特别提到了 是过去这段时间有关通俄门 这个相关的部分 似乎有更多的啊 这个证据呢 显示出来 呃这个川普啊 他在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啊 是互通缓取 或者是他试着去掩饰 他跟这个俄罗斯之间 有过什么样子 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一些 呃 关系或是一些事情 正在进行着 好那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话啊 这个纽约时报就特别点到说 国会未来会不会因此啊 来进行弹劾调查 好那这个部分是一个可能的发生 呃重点 再来一个的话呢 就是因为他这方面的一些行径啊 所以呢民主党内部啊挑战 要出来挑战总统大位的人 目前看起来纷纷都表态了啊 所以显然对川普来说 他即将要展开的这一场总统大选 呃的暖身暖身赛啊 他是当然势在必得 但是他过程当中呢 会面对到他的一些 不管是他的信任度啊 他是不是要遭到弹劾调查等等等啊 包括还原本可能对于啊 这个美国的内部所造成的一些撕裂等等啊 都都会是川普呢 接下来的一些问题 考验着嗯 这个分裂状况啊 其实越来越明显的美国 好所以呢 这个部分是来追纽约时报的报道 OK好那这也是在今天 比较主要的一些相关的国际讯息 那最后一个我觉得蛮重要也蛮值得提醒的 那就是呢 在今天啊 看起来是美国的科学家啊 这个是美国的国家科学院学报里头啊 他们提出一个报告 其实大家已经知道了啦 就是北极南极的熔冰啊 就是说这个熔冰的速度啊 还是嗯 比想象中的快 我想这部分还是要值得提醒大家的啊 这是他们科学家提出来的 说啊 这个全球暖化导致啊 南极冰南极州 冰层融化的速度比以往更快 现在每一年融掉的冰体 是40年前的6倍以上啊 那所以呢 从1979年 大概就是40年前 40多年前到去年 呃 南极冰州啊 大概已经造成 它的融化造成全球啊 整个地球 还平面上升1.4公分 那听起来好像不多 对不对 但是呃 全球这么大这个面积超过1.4公分 它所导致的一个灾难性的后果啊 包括呢 呃 这个熔冰 然后海平面上升 然后海水可能暖化 然后引起的气候上的变迁 其实这都是我们现在呢 呃 极端气候的相当大的原因 那所以呢 呃 英国的美日邮报 他们报导了这个消息 也访问他们自己的内部的专家 他们特别讲到说 这只是一个冰山一角 真的是冰山一角啦 哈 好 不是形容 只是冰山的一角这样的融 但他们说如果这样的融的话呢 未来几个世纪南极海面 将会上升数公尺 所以呢 对于全球来说 可能会影响数以百万计的居民 OK 好 所以呢 这部分我想是 呃 作为地球人啊 同样都要持续关心的话题 好 那回到台湾 呃 在台湾呢 今天的各报的头版头条啊 这个报道的各自有不同的焦点了 但是比较呃 一致的是有关于呢 管中敏啊 这个管中敏的话题呢 在今天啊 联合报跟苹果日报都放在头版头条 那就是啊 本来以为 呃 把管案终于落幕了啊 因为在九合一的选举当中 民进党检讨了非常多的一个败选的原因 呃 不管是呃 在呃 中产阶级的流失 在劳动阶层的流失 在年轻人的流失 各有各的理由 在中产阶级跟知识分子的流失里面 把管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啊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后来叶俊荣就免与同意啊 这个管中敏上任的呃 这个最后啊 这样子一个决定 那管中敏上任了 但是没想到也有延长赛啊 好 昨天监察院正式弹劾管中敏 好 他是呃 昨天啊 是委呃 呃 王又林跟蔡崇义啊 所提案的 他们弹劾呃 呃 管中敏是7比4啊 赞成弹劾的有7个人 反对弹劾的有4个人就过关了 那弹劾什么呢 呃 本来是说要调查管中敏啊 本来的起头是说 他是不是有违法监局 那这边讲到监职是监 大陆的职 就没想到呢 查半天呢 似乎是查无实据啊 那最后呢 还是针对他的监职弹劾 但监什么呢 说他 呃 担任政务委员跟国发会的主委期间 有帮周刊写社论 他就写稿了 写社论啊 所以呢 违反了 嗯 这个相关的规定 情节重大 哦 那所以呢 就予以弹劾 OK好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说是根据的啊 是呃 他这个相关的条文 呃 是公务人员啊 这个相关的条文啊 说里面呢 就是说禁止监职了啊 那也因此他们说 这个部分就代表的是违法 但是啊 这个管中美方面啊 他们就回应说 请小心用词 他并没有违法 那他的律师团也发出声明啊 他说为专栏公稿这件事情 全序部早就已经呢 呃 就显然是有人问过了 所以呢 全序部有回应啊 有函视 说并不是法 呃 表明违法所不禁 就是没有禁啊 意思就是说呢 你帮杂志写稿啦 你投稿啦 还包括你自己做一些学术上的啊 一些著作啦 因此获得的利益 都不在禁止的范围之内 好 那所以呢 那为什么昨天监察院觉得 他还是违法兼职呢 他们说 因为当初全序部的规定是说 你偶依为之 不是固定的 不是持续的 所以这个不违法 那管中民呢 是持续的 每个月都零五万写稿子 所以违法 好 回到蓝纯时间啊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是 这个管中民啊 这个台大校长啊 现在的台大校长呢 虽然被卡了很久了啊 那他现在终究是台大校长啊 但是呢 监察院显然的啊 并不放过 那就是先前呢 在进行调查的一些部分啊 他们认为还是有违法兼职 那这边针对的说是 呃 这个公务人员服务法 第十四条的第一项规定 公务员不得兼任 其他的公职或业务啊 这个范围非常非常的笼统啊 这个他像公职 他显然不是公职吗 那其他的业务 业务所指是什么 然后呢 呃 这个当中 当然我们刚讲到的 全序部显然的接到过 非常多的一些询问了 啊 所以他也很多有韩事 这个司法院呢 三十二年就有过韩事 呃 全序部呢 在七十五年呢 也有过韩事 在九十一年呢 又有过另外一次韩事 呃 大致来说的话呢 就是针对啊 这个公务人员在报纸杂志投稿 或者著作书籍出版 收受报酬或编辑研究学术之杂志 杂志啊 都不是本条第一项 所谓的经营商业 啊 所以代表说都没有进 呃 那 嗯 大致来说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 当然里面有特别讲到说 他是呃 就是不能够是固定 他没有讲到不能固定 他只有说就是说 呃 不能够违反啊 这个相关的担心的是利益输送 跟影响到本职 好 所以我就回过头来看 就是要呃 当初啊 定这个东西 譬如说现在监察委员说 那嗯 里面说可以帮忙写稿 没有说你固定写稿啊 哦 所以呃 所管中民 哦 他像是呃 这个一周端 他是帮他固定写稿 而且呢 他的呃 这个 稿费 他是定期的每一个月就给你五万 然后呢 还扣税 那他们就说 哎 那这样的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固定的薪资了 而不是纯粹的呃 偶依为之的 所以他们认为还算是兼职 就是在所谓我们刚讲到的很广泛的呃 的业务的范围之内啊 好 但是呃 这个部分的话 是不是有点过度解释 那我想可能回过头来就要去看啊 这些不管是权序部也好 不管是司法院也好 他的原意啊 为什么会禁止公务员兼职 就担心你影响到本业 有公司不分之嫌 或是利益输送啊 好 那这个对于管中民来说 你说一个月五万 一年六十五万 他算不算是暴力 他会不会影响到 利益输送 会不会影响到本业 那事实上你去看啊 这管中民帮忙写的稿子 他甚至在国发会的期间 他还替他自己的政策做 做说明做辩护 所以反过来说 真的要计较的话 应该是一周刊 应该说 他有点被当做一个 不能讲宣传工具了啊 但是至少他是做了一个 政务上面的政令宣导嘛 所以到底是谁比较吃亏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回过头来 重点在于说 第一个就是当初监察院要去查 在台湾 是不是有所谓的非法兼职 到大陆去非法兼职 那现在大陆没查到 回过头来查到了写稿 那不管是在大陆兼职 或者在台湾写稿 都不是只有管中民一个人 那有那么多的一些韩事 也代表很多人去问 好那如果说这个部分 到现在为止 还是有疑义的话 那就再问嘛 再问 那就是说 是不是在这个事情上面 也是故意给管中民穿小鞋 否则的话 回过头来 我觉得得要去问说 是不是法令过度介入 就是对公务人士管太多 连写稿都要管 那今天我们的官员 过去这段时间都是啊 不是都还尽量的呼吁 我们的公务人员 要懂得为政策辩护 要常常写稿投书吗 那所以今天呢 如果有人 他不但是可以帮你写稿投书 还成为固定的社论的撰写者 然后替你的政策做说明的话 那照理来说 不该是一件好事吗 好所以到底是好事 还是违法兼职 如果有意义 那我就去再问清楚 那甚至是不是 如果说这是一个过度的管束 那是不是要去取消 这个相关的这个规定 把话给讲清楚一点 那否则的话呢 这样子不断的衍生 看起来呢 是把管的延长赛 不断的去加码 何苦来摘 我觉得这就是不断的骚扰 对于整个政局 对于整个的学术圈 校园的民主来说 不会是好事 但是你可以理解 对民进党来说 显然的这件事情 还是与波党一样 因为呢 在昨天蔡英文 他在这个新内阁上来之后 他也跟媒体参训 跟媒体参训的时候呢 还显然又又 媒体又问到了 跟管中民有关的事情 蔡英文又再解释了一遍 而且再三的强调说 我真的不知道 这个叶俊荣要突袭 要去免与同意聘任 这个管中民 他说我反对了 你去想象一个总统 要这样再三强调自己反对 再三强调自己不知道 显然的党内的压力很大 到目前为止 即便就已经管中民都就任了 显然这方面 这个压力很大 是不是来自于 曾经推荐他 担任党主席的李远泽 我不知道 但是显然的民进党内的政治压力气氛 还是这么的纷扰 但是我就纷扰到 对于整个的国家的利益 或者说对一个校园的民主 都产生一些侵扰的话 我是真的觉得 拥有权力的人 应该要更有肩膀了 好 那OK 这是有关于管中民的雨波当一样 不过当然 这个弹劾案呢 过关之后呢 还得要送工程会 工程会呢 大概接到这个案子之后 大概有七到九种吧 可能处置的方法 有什么申戒的啦 有寄过的啦 当然最重的有免职 好 那你说帮忙杂志写稿 是不是要到 违法兼职到免职 我想社会会自由公论啦 好 那所以呢 这个部分是有关于呢 台大社长管中民啊 他的呃 油波荡漾 那再来的话呢 这个中国时报的 头版头有报道的是 呃 交通部长上任之后 送红包 说连续假期呢 国道夜间一律免费啊 好 所以呢 这是林家龙 但林家龙呢 可能不只是啊 这个送红包的话题 引起关注啊 他先前上台之后啊 立即针对台中市 呃 台中市民选出了卢秀燕 卢秀燕是反对三手线啊 他希望能够先坐捷运蓝线 但是呢 林家龙说 他上任了交通部长 我交通部长比你台 台中市长大吧 我说我要继续新建三手线 好 那所以呢 这个部分 呃 是真的啊 还蛮奇怪的啊 那到底选民投票的结果 是不是有意义 不过当然你会说啊 这选民投票是不是针对三手线啊 不知道 但是应该涵盖吧 啊 因为三手线毕竟是台中市长选举交锋的时候 非常鲜明的不同的政见 呃 对林家龙来说是他最主要的政绩 呃 环状的啊 这样子一个交通建设 那对于卢秀燕来说 他认为经济效应不够 没有办法自偿 然后呢 呃 还不如把这个钱拿去做更有效益的运用 好 那所以呢 当呃 台中市民 让林家龙20万票 还不是很少 20万票 隐恨之后 哦 他当了交通部长啊 说要推三手线 好 我觉得嗯 到底民主政治啊 哪一个民意是民意 嗯 这个部分被最近被搞得好乱呢 好 那最后一个呢 是呃 孙昌 孙昌上台之后啊 这个他昨天动作还蛮大的啊 他在立法院的拜会了各个党团 包括在野党 他再次强调说希望台湾呢 呃 就是我们的国家啊 那意思当然了 就我们就是台湾啊 大家能够团结一致 好 那我想团结一致是没话说 但是重点是政策要过得了关啊 他像他昨天到呃 陶基去查防疫 很多官员说 你说百分之百检疫 做不到 OK好 我们时间到了 明天见 拜拜